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采访一下 我说这两位朋友就是 你们两个的头饰很特别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杀出来一个不速之客 竟然看起来段玉璇的头饰 和林书请更配 林书是什么意思 能源平你生气吗 水水生气吗 水水不生气啊 我跟那边那个一起 确实 水水全世界最无辜 首先我 我是平民 我再说一 我不知道说啥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一把农艳瓶的状态非常的不对劲 对 我第一次觉得你不对劲 就是在刚刚 对 然后呢 就是这样 我说不出啥了 反正我是个平民 好了 下一位 然后还有你 你为什么说了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 就跳过我 还要什么看看我 你自己是个好人吗 你就隔着 当然不一定是你了 现在你们三个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一样的 嗯 这个 还有这个人采我 这是无缘不采我 他是没话说了才采我 嗯 这个 我逐渐是 看不懂 我听不懂 但是呢 我个人针对这个农艳瓶的表现 10号的表现做出一些发言 我也是逐渐看不懂这个农艳瓶 他 反正他的状态给我看上去 嗯 就是又不像好人 又不像狼 就是有点奇怪 而且我觉得他的 嗯 好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农艳瓶他 就是很不对劲 我这次可不是在乱猜 我这次是真猜 嗯 还有农艳瓶 我我其实 你是10号 我其实很很占9号 因为 太不对劲了你 对吧 而且我们昨天彩排的时候 我就说 我感觉这个人很不对劲 然后这个人果真 就不对劲 相信我女人的直觉 比如说我说13号 感觉跟就是他 不是好人的时候的样子很不一样 结果他真的就是个好人 相信我的直觉 而且他如果是好人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会这么 明目张党的大彩人 他只会这样子 盯着你 让你接受良心的谴责 而不是会这样 欸 你们几个嗯 肯定有问题 不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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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一个 我心目中比较像狼子排10号嘛 所以我觉得9号 现在在我心目中 好人面偏大点 而且他也没有什么信息 但他说话 说说话也没有什么别的信息了 有个玩家准备上票 3 2 1 4号投了5号 然后10号投了9号 以上是情侣异常票 然后其他玩家都投了10号 10号玩家发表遗言 还能说过话也挺好的 我就是 我真的就是一个平民 我不说话呢 那又是划水 对不对 我说话了大家说我状态不对 不知道怎么说 又哭了 你绝对是个狼 一直在踩我 我错了 好 OK 天黑请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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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 金左或金右发言 金左 9号快下去安慰他吧 这不会是狼人自刀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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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为了去哄一下 被不小心被票出去的小拍档 我目前是这么想 反正场上肯定 就算他不管他是不是自刀狼 狼情报你要杀的号码 OK 狼回 好 3 2 1 天亮了 学过的玫瑰配的 他想爱 他完美 爱情的挽回香水 弥漫着小暧昧 去过的愿望绝回 在一起就不怕天黑 学过的玫瑰配的 他想爱 他完美 亲吻的余味调味 不自得 小肠胃 满满的花圆堡垒 小手我 挂满了陶醉 学过的玫瑰配的 他想爱 他想爱 太完美 海情的挽回香水 他想爱 满